嗨,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,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廖丹。 在今天的视频里,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和职场有关的话题。 假设有一天你的老板在中午休息的时间,邀请你和你的同事一起去吃一个简单的工作餐。 什么叫工作餐呢?就是在中午休息或者下午休息的时候,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们去吃个饭,在吃饭的过程中边吃边聊工作,这样简单的便饭就可以说工作餐。 我不知道,当你想象这样的场景的时候,对你来说,最大的挑战是什么? 有的人很可能是希望抓住这样的机会,让老板多了解自己。 又或者有的人很苦恼,跟老板说什么呢? 一见到他就紧张,跟他说什么呢?场面肯定很尴尬。 大家看到了,不同性格的人,或者不同社交风格的人,面对这样一个工作餐,大家想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。 但如果你和你的同事是两个气场完全不同,社交风格也不同的人, 那么在这样一场会面中,你将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? 刚才我用到了两个词,一个是气场,一个是社交风格。 什么叫气场呢? 首先气场应该是人们给别人留下的一种印象。 那气场其实是一种力量感。 如果一个人在群体当中,他是一个气场很强的人, 说明他通常是占主导位置的,比如他可以引导话题,他可以抓住大家的注意力,让大家注意到他,他有控场的能力。 我们一般说这样的人,气场很强。 但是还有一类人,他们可能不太喜欢社交的环境,在人群中是比较安静的,比较低调的,不太喜欢让别人注意到自己。 当然在对话的过程中,他们也不习惯去主导话题,而是跟着别人的节奏来说话。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,这样的人,他的气场不是特别强,也就是说,他在群体中展示出的力量感不是特别强。 那么我要问大家了,在社交的场合,你是一个气场比较强的人呢,还是一个气场不太强的人? 对我个人而言,我在上课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气场非常强的老师,但是到了社交场合, 我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,我通常是那个气场比较弱的,不太喜欢说话的人。 我们先从气场比较弱的这一方,这个视角,来分析一下今天这个工作餐,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。 一般气场比较强的人呢,都有很强的表现欲,就很想表现自己,也可以说他在社交的过程中,是表现型的这种人。 行,就是类型,他是那种喜欢表现自己这样类型的人。 当然,他也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人,在对话过程中,他会经常主导话题,比如主动问对方问题,对方来回答,他来主导话题,所以和别人交流的时候,这个密集度是很高的。 什么叫密集度?就是指,我问你答,你问我答,他们两个对话的频率是很高的。 而且,在这三个人的会面中,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,那就是,在这三个人当中,有两种关系类型。 一个是上下级的关系,一个是平级的关系,也就是同事和同事之间的关系。 通常,表现欲比较强,而且比较主动的这一方,他们会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向上的社交方向,也就是和自己的上级建立关系的这件事情上。 我们可以脑补一下这样的情景,什么叫脑补呢?就是想象一下。 其中一个同事滔滔不绝,和老板聊得非常好。 可是另外一边呢,另一个同事,一句话不说,只是默默地吃饭,听他们两个说。 作为比较被动的这一方,气场比较弱的这一方,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话想说,有很多的诉求,有很多的需求, 想要表达。但是由于旁边的这两位,他们的对话非常密集,他几乎没有机会进入这样的对话。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? 对于气场比较弱的这一方,如果现在要求他立刻和老板展开一个比较复杂的对话,对他来说,挑战实在是太大了。 但是我们把难度降低一点,现在你要做的是,把注意力稍稍放在你的同事身上。 发展一下评级关系。比如你可以夸一下他今天点的菜真好吃,或者他最近负责的这个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。 在展开评级话题的时候,原本是老板和同事之间的单线对话,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三角形,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对话。 也就是说,每个人其实要对自己的社交类型,对自己的气场到底是什么力量型的选手,要有所了解。 然后找到一个最容易的方法来突破这样的尴尬,慢慢地增加难度。 那我们再来看看,如果你是一个气场特别强大的人,是一个比较主动的,表现性的同事呢? 我相信很多人都比较羡慕,气场比较强,能够主导话题的人。 但其实呢,在这个三个人的会面中,如果主导的这个人,他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向上的社交方向,也就是自己和老板之间的对话,而忽视了旁边的同事。 也许在当时,他很难意识到,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,这没有什么问题啊,他和老板聊得很开心。 但是,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中,都不是独立存在的,我们需要和同事们协作,共同完成一个更大的目标。 老板关注的不仅仅是你这个个体,更在乎的是你和他人合作的能力,最终呈现出来的工作的结果。 所以,如果你是一个气场特别强大的人,特别善于主导话题,很可能你要练习的是,是不是有的时候可以给旁边的同事一点点机会,让你们的关系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三角形。 这个时候,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,去听一听别人的声音,你会发现你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。 如果你想访问视频下方的字幕文稿,请一定记得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。 现在,我向大家展示怎么样成为我们中文社区的会员呢? 请大家用电脑登录YouTube频道。 在主页上方,有一个加入按钮,点击加入。 成为我们的频道会员有什么好处呢? 你不仅会每周收到不同主题的词汇卡,以及可以访问视频下方的汉字书写练习,以及视频字幕文稿。 作为社区会员,你还有权利访问不同主题词汇卡的讲解视频。 如果你遇到了什么中文问题,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提问。 这是一个付费项目,每月是6.99欧元。 没有问题后,就可以点击加入。 现在进入支付页面,完成支付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了。 最后要感谢大家的观看,以及一直以来的支持。 我们明天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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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